有电影不幸欢,我是黄哥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小虎从小力大无穷 一台手就能收复老虎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非常精彩 想着老虎做宠物的小虎伴们 记得要看完哦 影明开始在一个全赛现场 头上眉毛长得帅气无比的黄哥出了场 黄哥可不得了是一个顶级拳王的力大无穷 只要黄哥一台手就把一个不锈钢水管给掰弯了 紧接着黄哥大喊了一声谁能刺我一死 直到黄哥嘚瑟的时候 导演的亲戚盛慧王出现了 连圣皇一台手就把黄哥掰弯的钢管给捋直了 这下黄哥那是瞬间怒鼓呼的心 一个闪现场局要和社会王大战 一个账面下来就被圣皇给打晕了 由于赢了比赛 圣皇赚了不少的钱 镜头一转 圣皇来到了一个小山村里 这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黑心书的大坏蛋 这哥们儿抢走了其他人的土地 还天天带着小舅子欠奏书欺负人 那是非常的凶残 一阵感动之后 圣皇见到了自己的母亲辫子婶和妹妹小漂亮 辫子婶告诉社会王 黑心书把他们两个从村子里赶了出来 圣皇一听那是气得不行 立刻想起了杀父之仇 原来啊 在圣皇小的时候 他父亲隔壁老王是村子里的大好人 每个人都非常尊敬他 不料黑心书眼红隔壁老王 让手下偷走了寺庙里的黄金 陷害隔壁老王 隔壁老王由于内心太脆弱 直接选择了自杀 隔壁老王死后 社会王为了活命离开了家 而母亲和妹妹子被留在了村子里 一想到杀父之仇 而此时黑心书的女儿 性感漂亮的公主兵 恰好回了家 公主兵那是非常的傲娇 刚回家就开始破坏别人的婚礼 眼看着新郎就要打光棍 这时候社会王突然出现 对着公主兵就有人忽悠 说公主兵有兵啥的 公主兵一听发了火 让几个小弟攻击社会王 王哥那压根不从一阵走位 输出就撂挺了公主兵的小弟 公主兵一看社会王那么猛 立刻开始和社会王唱歌跳舞 场面那是相当的快乐 最后黑心书拿着钱 要贿赂社会王 社会王立刻告诉黑心书 自己要给父亲隔壁老王报仇 你要就等着隔屁吧 黑心书一听瞬间下了一身冷汗 仨子就跑回了家 公主兵一看 亲爹被欺负了一言不合 就弄了一只老虎攻击村民 不料老虎一看公主兵 长得细皮嫩肉的 味道挺不错 上来就吃公主兵 幸会王哥一个闪现上来 才救了公主兵一命 既然王哥拒起砂锅大的拳头 一耳巴子上去 就把老虎给打懵了 老虎一看圣皇那么猛 决定做圣皇的小弟 圣皇则让老虎回了森林里 由于圣皇救了自己的命 公主兵瞬间爱上了社会王 非要和圣皇谈恋爱 圣皇那是开心到不行 立刻又开始唱歌跳舞 另一边黑心书制定了一个 非常凶惨的计划 他让千作叔的儿子 千作哥和圣皇的妹妹 小漂亮谈恋爱 圣皇一看千作哥还行 决定让小漂亮和他结婚 正当圣皇准备结婚礼物的时候 小漂亮却发现 圣皇并不是自己的亲哥哥 无奈之下 圣皇只能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啊 圣皇和小漂亮的哥哥是好朋友 两人在一起赚了不少钱 不过小漂亮的哥哥出车祸去世了 在此之前 他让圣皇替自己照顾母亲和妹妹 要说王哥那是非常重感情 立刻坐着火车 找到了小漂亮和辫子事 小漂亮一听亲哥哥死了 那伤心到不行 立刻赶走了社会王 还说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这边圣皇刚走 黑心书就派几个手下绑架了小漂亮 正当小漂亮以为自己要嗝皮的时候 小片俩当场认社会王做了哥哥 带着圣皇回了家 紧接着小片俩和欠揍哥结了婚 不料结婚后 欠揍哥和欠揍叔那儿各种欺负小漂亮 而作为娘家人 圣皇大压根没有权力说话 这当圣皇难受的时候 公主并告诉社会王 自己有方法让黑心书认怂 圣皇一听那儿非常开心 所以公主并假装怀了圣皇的孩子 黑心书瞬间认了怂 开始请求圣皇娶自己的女儿 圣皇就说了 必须让欠揍叔和欠揍哥好好认错 自己才能娶公主并 黑心书一听这情况 拿着枪就来到了欠揍叔家里 让欠揍叔开始疯狂地干家务 还让欠揍哥给小片俩扣脚丫子 欠揍哥瞬间计划成了扣脚大汗 不过欠揍哥意外听到了公主并 假装怀孕的消息 这下欠揍哥瞬间发了疯 立刻找来了一大群拳击手 而这些拳击手的带头大哥 正是头上没毛的皇哥 只要皇哥手拿大铁锤 就要找社会王报仇 社会王也不从 开了急走和闪现就一阵输出 立要挺了一群人 不过皇哥那是非常扛揍 挨了成都能伤害那根本没掉血 随后皇哥拿着大铁锤 开始攻击社会王 一边攻击还一边念着咒语 进行魔法攻击 由于没有触摩抗装 社会王眼看就要被皇哥给杀死 关键时刻 社会王的小弟老虎突然出现 一口上来就把皇哥给截了过 皇哥哥逼后 社会王还要杀黑心书 但是社会王一想 黑心书是自己的老丈人立刻停了手 黑心书也认了 从把土地全都还给了村民 就这样社会王成了当地的英雄 还追上了公主病 从此社会王和公主病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中 看完这部电影 皇哥不得不说 这年头能找个像社会王这样的朋友 真心不容易啊 另外如果你收服了一只大老虎 你会让他干啥呢 在评论区告诉皇哥你的想法 要是皇哥的话 就带着他去公园摆摊 让小伙伴们和他一起合照 估计能挣不少的钱 好今天也到结束了 如果要好电影 可在评论区告诉皇哥 皇哥第一时间为解说 记得关注大王眼 头条号 我们下期再见